我一来看到一个问题 白日文你帮我亮了个灯 我回答你 这个我认为是没有影响的 好吧 这个无人控制 这应该是政府的意图 我认为是没有影响的 好 现在朋友 你帮我点关注 点关注 然后没有加入我粉丝群的 加入我的粉丝群 我这边是有福利给的 好吧 然后问问题的话 你亮个灯 亮个灯 我看到你前面有个黄牌 亮个黄牌的话 我就可以马上回答 好吧 然后如果你想关注我的这些深度服务 想跟我继续联系 右下角 右下角有 有我的这个 你点进去 有我的深度服务的内容的介绍 实际上我深度服务 其实就一个 就是市总会 剩下的那些服务内容 都是给市总会里面 不停的添加了一些新的服务内容 只不过有些人不加市总会 他说他想单独购买一些服务内容的话 那就单独让大家可以购买 但实际上就一个 就是市总会 那里面有一个点击 可以跟我联系的 你用力的联系信息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现在正在跟我联系的 这位是我的助理 叫REIT的备份堡垒 大家也可以直接找他联系 当然你可以点击我右下角的 右下角的这个按钮 直接跟我联系就行 好吗 好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今天怎么说 今天假期 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新的一年 我们大家到赠点钱 这个去年我相信跟着我的都真的不错了 明年的话我们也要赠 好吧 这个 今天看来大家很多人没有过节 都在这 大家知道我是不过节的 对吧 我其实 其实大家很多人还理解错了 他经常好多人说 瑞哥你不过节 不过节 但实际上我只是不过什么节 我只是不过 就说别人定义的这一节 好吧 别人定义 1月1号是元旦 就是元旦节 别人告诉你2月14号是情人节 那天就情人节 我自己定义不行 我只是不喜欢跟别人凑热了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的时候 我们家好像就这样的 我爸爸 像我爸我妈 经常就是到春节的时候 他就说你别在春节的时候回来 春节的时候 这个对我们来说没什么意义 你那个时候回来 人又多 东西又贵 然后到时候又挤了不好 他说你就干脆 比方说大年17什么时候回来 那个时候 当时我们全家的春节 我一听也挺好 大家看到我爸爸还是比较宽容的 不过今年春节我一定要回家 我一定要回家 可能会有一两周的时间 我都没法跟大家做直播 原因的话是因为我父亲病了 我父亲应该是得了肺癌 应该时间也不多了 好吧 我得回去陪陪他 多看看他 好吧 我爸还是很乐观的 然后我想 我本来想给他安排 我本来想给他安排到上海这边来 给他弄一个最好的治疗 什么的 然后他就不愿意 他说他就保守治疗 保守治疗虽然说活的时间短一点 但是他说他的生活质量会好一点 我爸就这么说 我也没办法 好吧 但是我也回去 我也回去看看他去 基本上是这样的 然后今年春节我应该是要回家 总体来说 总体来说呢 我的特点我是不太爱过节对吧 就是你别人定义这个节日就是这个节日 不一定对吧 我干嘛对吧 我比方说你有一个女朋友你有个老婆对吧 你跟他自己定义比方说你们自己定义节日不行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定义2月14号就是情人节了对吧 你可以定义2月17号的情人节不是更好吗 这个时候人也少人也少东西也便宜 然后呢你们过的还是你们自己意义上的情人节不是挺好的 对吧 我是这么想 总之 其实像我们做投资的人啊 其实像我们做投资的人啊 这个 这个 最重要的这个品质 我其实给大家说过 其实就是独立性 就是你独立去思考这些问题 好吧 不过节这个不重要 好吗 过不过节不重要 其实你就说我要过节和不过节都不重要 我的意思不是说他就不要去啊 我就觉得2月14号是情人节 这非常好 我就觉得1月1号是原来的非常好 我觉得农历初一就是春节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我核心的意思是说 当你有独立性啊 就投资的时候 有独立性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啊 你会觉得OK 很多时候呢你都从自我出发 你核心是我高台独立性 就是你不会因为别人觉得 或者整个社会上觉得 这一天是节日 你就会是节日 好吧 你就觉得它是节日 是这个意思好吧 这独立性是我们做投资最重要的 像我们公司招人的时候 我们我们看的第一重要就是独立性 我给大家讲过 对吧 像我们招人 也许你的背景知识很强 对吧 但我们也可以跟你聊聊家常 了解一下独立性 比方大家听一下 听一下这两个 这两段对话 对吧 一个女孩子 对吧 30岁数 你多大了 30岁 30岁没结婚 结婚了吗 没结婚 那你想结婚吗 他说很想 然后我就问他 那你这么大岁数没结婚 然后是不是父母对你很催得很紧 他说当然是 那你刚才又说想结婚 又说父母催你很紧 那父母催你催得紧 跟你想结婚这件事情 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呢 他说当然是 我现在想结婚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父母催我催得很紧 这是第一段对话 第二段对话 第二段对话 就是比方说 比方说一个男士 他也30多岁 你结婚了吗 没结婚 这个你有女朋友吗 有女朋友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跟你女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 是你买单呢 还是你女朋友买单 出去约会的时候 他说当然是我买单 那我们就要问他了 我说为什么当然是你买单 为什么当然是你买单 你说的 对吧 你看我们在美国的时候 大家AA制或者女士买单 不也是很正常的吗 也可以男士买单 对吧 他说 陈总你又不知道了 你们在美国 也许大家习惯AA制 但是在中国 咱们这个社会习俗 就是应该是男士买单 就是应该男士买单 所以说当然是我买单 好吧 大家觉得这两个问题 有问题吗 大家觉得这两个人有问题吗 对吧 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做人的话挺好的 但是很符合社会产品 没有任何任何的问题 但是呢 像我们做投资的话 其实不是很喜欢 对吧 你第一个人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结婚 跟我有个毛关系 你就说你很想结婚 或者我就不喜欢 也都挺好 对吧 这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但我们不希望就是说 你家里面的人 或者你重要的人 对你有压力 你就开始做这个事 或者说你 你弄投资来说的话 你就说 比方说你的老板 或者说你很认可的一个人 他是怎么投的 你就要跟着这个巨头 这个很容易出问题了 好吧 像我 像你做投资的话 非常容易出问题 我们是一个你要投资训练 所以我给大家讲 其实你做人和做投资 很可能不太一样 你想巴菲特很多时候 他为人出事并不一定是好的 好吧 但是做投资的话 有时候你需要跟大家不太一样 就是有点怪怪的 让大家觉得有点怪怪的 其中独立性就是这样的 独立性其实太重了 其实不好的 为人出事不好的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但是你要想把投资做得好 你很可能到立项思维 跟大家想法有时候不太一样 好吧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你很多时候思考的话 你必须得从自己的自我的出发 而不是你太在乎别人的观点 别人主言 就像第二个人一样 对吧 第二个人 对吧 他要不要 他跟女朋友出去约会 要不要买单 跟我有个毛关系 他就说我很想买单 或者我不买单 或者我就觉得 AA制是最好的方法 对吧 这个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我们不喜欢听到 就是说 因为社会习俗 是觉得男生应该买单 所以说我就买单 社会习俗觉得 现在应该买房 觉得应该 现在应该 现在应该买入股票 或者说 现在就应该卖出房地产 你就去做 因为社会上人都这么做 你看到整个社会 都在劝你这么做 甚至政府都在劝你这么做 你就去做 这个会 这个有时候会死得很硬的 好吧 你往往是那些 那些在闹事中 出来的人 在大家人声鼎吠的时候 出来的人 在无人问津的时候 进去的人 他们才能挣到钱 好吧 这个是我给大家说 这个独立性 这是很重要的 对 这个就是博弈 就是反制觉的 我不知道你同学同学 对吧 小村同学 的确是这样 好吧 这个我就听他 这个独立性 大家慢慢的 就是我们一起都慢慢的精进 好吧 我小时候 我发现我父亲很小跟我讲 就是让我有些独立的思考的能力 不过我独立性也是慢慢的 后面才学来 好吧 才学到的这个道理 但是作为投资来说 对吧 他一定是反制性 你独立性太强的人 基本上是比较自我的 好吧 比较自我的 因为你什么都会是 出于自己的感觉去思考 对吧 即使你把别人的学过来 你吸收了别人 你最后出来的东西也是自己的 我就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我就觉得应该是投这个 我就觉得应该是这个 好吧 这个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 男女朋友出饭就该我买的 或者我就觉得不应该买的 都没问题 好吧 但是你就独立思考 好吧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这样 好吧 新男人朋友 你们如果有问我问题的话 帮我亮一个灯 帮我亮一个灯 我看到你前面有个黄色的牌子 我会 我会 我如果看到了 我会尽量的回答你的问题 帮我亮一个灯 你也算是尊重我一下 好吧 帮我亮一个灯 然后没有加入我粉丝群的时候 加一下我粉丝群 我会给大家 我会给大家发泄福利的 好吗 右下角的这个 右下角的话 是我的联系方式 你可以点击 点击的话 你对我的哪些深入服务感觉 你可以留下你的信息 或者说跟我直接联系 好吗 这个是这样的 刚才我说的这个 独立性 刚才我说的这个独立性 我认为是投资 你做投资来说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个品质 那投资里面还有没有其他重要的品质 有 比方说 像第二个品质 就是你思考问题一定要全面行 对吧 你在面试人的时候 我讲我面试人的时候 你问他 你问他 这个 这个 这个啊 你觉得这个 你给我讲一个 你觉得现在应该投的票 再给我讲理由 通常 通常大家 大家去投资公司面试 基本上都会问这个问题 对吧 你给我讲一个 你现在你看好的票 或者开好的一类资产 讲个理由 我可以告诉大家 像我面试的过程中啊 有95%以上的人 他会给你讲一堆的理由 什么好啊 这个票本身是什么 不重要 他也给你讲一堆理由 讲得非常好 但是只有很少的人 也就是5%不到的人啊 他们呢 是 他们呢 是这个 是 他们呢 会给你讲这个 OK 我除了这个以外啊 除了这么多好的理由 推的以外 我还有什么什么的风险 好吧 你 而你做投资 就跟做投行不一样 投行人反正你要卖出什么东西 包括很多 很多很多 大家看直播卖货的那一人 他就是不停的讲这个东西 为什么这么这么 卖货的这么做完全是对的 投行也是这样啊 但你做投资很多时候 不是这么去思考问题啊 你除了看到他的正的方面 你可能要看到反的方面 你一定要把这个风险要想住啊 所以说这是一个全面性 这个修养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吧 这个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好吧 进入空城问我这个 恒生科技怎么看 会不会戴卫生 今天我 今天我那个 谈的那个股市不多了 我1月6号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全面的一个总结 好吧 1月6号是很重要的 我们很重要的线下的试统会 我们会重点谈一些 谈一些这个确定性的东西 其中就包括你说这个 恒生科技好吧 我欢迎你来参加 参加来 来看我这个 谢谢 谢谢刚才那位朋友 送了一个眼镜啊 谢谢啊 但是恒生科技 这件事情啊 我现在正在总结 所有的这些东西 目前的话我并不看帅 好吧 我并不看帅 我可以回答你这个事情 好吧 这个 TOT TOT这块 TOT这块的话 我的观点不是确定性 TOT我们是 因为今年我是主推的TOT 大家知道好吧 美股这边我是主推的TOT 然后我相信跟着我的都挣了很多钱了 明年的话我认为短线的话 大家稍微小心一点 可能它涨的并没有多 我今年我今年其实我有很重的仓位都放到了美国的债上面 到明年的话我会把债的仓位稍微降一点 好 这是这是我对TOT的这个看法啊 给大家说一下 好吧 好的 没问题啊 这个你们帮我亮灯我尽量看到了我就尽量回答你的问题啊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帮我亮个灯就好 好吧 或者说想快点直接的回答问题的话就跟我观众联系 好吧 好的 然后对吧 这是我说的这个全面性 这是很重要 第三个你如果做投资需要掌握的这个品质 就是逻辑性 对吧 你去尤其是像我们做二级的比较多一点的 好吧 你去问他一个为什么要投这个票 你看一下游戏 你知道投二级吗 反正基本就就像基本面投资啊 不是那种技术面投资 投二级基本上你讲清楚为什么要投一个 你有讲清楚他的估值啊 讲啊 呃 讲几 讲清楚他的基本面 对不对 讲清楚他的财富嘛 呃 类似的这些东西讲清楚他的基本面 再讲清楚他的实际就行了 但是但你看到很 有很多人他在讲的时候呢 跳来跳去跳来跳去非常头大 逻辑性本身啊 你自己做投资 没问题了 没任何问题 你可以没有任何逻辑 对吧 你可以没有任何问题 我就觉得这个对了 只要你只去具备独立性和全面性 你自己做投资 就能做很成功 逻辑性的话主要是说 做逻辑做投资的话 你如果没有逻辑性啊 会很头大 好吧 你会很头大 因为别人听懂你的 因为所有的就像我们公司一样 所有人都是一些alpha male 对吧 一个一个一个都觉得自己很牛逼的 对对啊 都是有独立性的人 你你如果不拿出逻辑性来 一条一条的有逻辑去给别人 谈事情的话 你你这个你这个别人 别人根本根本听不进去你说什么 对吧 你你也没法给别人提供任何的有价值的 载钮在里面 呃 很很打烦 知道吧 这个这个这个我就我就告诉你 这个逻辑性的话 其实在我看来啊 就是你在投资要做成团队合作的时候 是很重要啊 最后一点啊 最后一点啊 你投资要做的 啊 我个人认为要做的东西就是你要 你要尽量的包容啊 你要有包容器 对吧 你就是 你就是大家看那个啊 金融的小说大家看吧 天龙巴姆里面啊 他说 他说你啊 像不容赋啊 什么秋摩这些念功念的很高了 对吧 那个 这个扫地生出来说 你必须得要啊 高深的佛法才能化解 否则化你这边会走火入魔 然后呢会功利尽失 我认为一个人没有包包容器啊 你就算是前面独立性特别强 全面性也很强 逻辑性太强 你如果没有一个对他无事物的 对别人的一些包容器啊 你会活得很惨 最终还是会走火入魔 好吧 这是这是我对包容器的这个理解 就跟天龙巴姆里面那个扫地生的这个理解一样啊 包容器就是说 你你自己不是有独立性吗 你做什么事情 你做什么都是以自己的观念来做事情 对吧 你你你觉得对就对 你你觉得做就这样 你不是人云云的那种 但是呢 别人做什么事情 对吧 别人是什么那样的观点 我也不会去觉得他错 我不会去对别人加急 门头别对别人去去做一些评价 对不对 我也我也我也不会去 去对别人去做什么评价 我这个需要有一种包容器 好吧 你要不包容器像我我粉丝群啊 对吧 像我你看我 你看我的那个会员群 四种会群基本上就没这种情况 但是我的普通的粉丝群 对吧 经常就有这种情况 一个人说一个一个人说一个票 觉得现在应该买 或者说觉得这个票就是狗事 一个人另外一个人不同意他 哇 两个人就会吵起来吵得不可开吵 然后还叫我甩 那个哥你把这个人踢了 那个人你把那个人踢了 这就是明显的没有包容性的体现 那你这样做投资 你看到 看到其实本质上来说包容性也是独立性 实际上就是你独立的话 你不太会受别人的影响 但别人的话你也不要去顶人家 对吧 用不着嘛 对吧 你正好你在我们做投资 你看到这种你都觉得很头大 对吧 就是在我的普通群里面 大家经常看到这些情况 对吧 大家好多在我的群里面应该有这样 所以说我后来为什么要建一个司徒会 建一个会员区 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在那个会员和司徒会 从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不包容的情况 我们第一强调就是包容 对吧 你说什么我都会觉得你对 对吧 你挣了钱也不会给我 你亏了钱也不会让我赔 有什么关系 我们大家自由的表达我们的意思就行了 对吧 我们就包容就行了 我告诉你独立性是我慢慢 我去了美国以后慢慢学到 因为我在硅谷的时候 硅谷的地方人一个二个都非常有独立性 都非常非常有独立性 好吗 你看在美国在硅谷 对吧 你是基督徒也好 你是花和公子也好 你是蓝领也好 你是白领也好 你做什么也好 你都是自己管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别人怎么样 对吧 你是同性恋也好 你是异性恋也好 没关系 对吧 你自己管自己 这就是整个社会氛围就这样 就是很包容 进来慢慢我就学到这些 当然都是这么 你就自己独立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这是独立性对吧 但是大家对你呢 对整个社会对这种也是很包容 我是慢慢学的 对吧 对吧 独立性 我真的是以前读书数 我还真没有 对吧 别人怎么样 对吧 比方说当时我们清华的时候 大部分 我不是清华毕业吗 对吧 我们毕业的时候 我们清华大部分都要去出国 我那个时候说实话 我完全没有自己的思考 我只是觉得大部分都去出国 说不定出国就是好 所以说我在出国 现在当我再次选择 我也许不会这么去 好吧 这个就是 我当时是没有独立性 我只是后来慢慢的 在硅谷 在美国这边慢慢熏透 有了独立性 但是包容性 我发现我从小 我从小就有 我从小就 我就觉得 我跟别人不一样 无所谓 别人跟我不一样的话 更无所谓 别人怎么做都是对的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感觉 好吧 我给大家讲过故事 有人听过的话 可以再听我说一遍 对吧 我清华的时候 就我大学的时候 随在我上铺的哥们 死了 怎么死的 自杀的 怎么自杀的 喝工业酒精 自己自杀的 他为什么自杀 他为什么自杀 为情自杀 怎么为情自杀 他喜欢上高年级的一个女士 这个高年级的女士 然后提早毕业了 去了一个学校 考研去了另外一个学校 好 他感情好吗 他也想考研去那个学校 也想考研去那个学校 然后他就参加了考研考试 参加考研的考试 考研的考试以后 他那天感觉考了下来 感觉特别不好 感觉自己估计就废掉了 考栽了 然后同事在那天收到了 他女朋友要给他提出分手的电话 好吧 于是他就想不通 想不通 当天晚上他就和工业酒精自杀 我当时还觉得他怪怪的 我记得那次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正好是会寒假的时候 然后正好走的时候 他怪怪的说什么 说什么 他当时借了我几百块钱 然后说我什么一定会还你的 然后又说了一句 反正一些话 然后我都觉得怪怪 但我没想到他自杀这个事 因为平时看的都很正常的 对吧 后来我们知道 这个就自杀 就真实了 就死掉了 就死掉了 死掉了 然后你知道 我们那个时候 每个班都还有辅导员的 然后就把所有的人 教过去了 政治思想学习 就算学习 不要轻声 不要大学生 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对吧 不要轻声 要正确的思想学习 就所有人都教过去学习 教过去学习 对吧 然后呢 每个人都上去发言 我记得很清楚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都上去发言 大部分人说的话 都一直 我觉得 就是那个死去的哥们 睡在上铺的哥们 不值得 他这样做 他这样做的话 他对得起父母吗 对得起社会吗 对得起养他的父母吗 等等 就这些类似的话 就说了一句 轮到我上去的时候 我 轮到我上去的时候 我第一句话就把他们给 就把我们辅导员给气饶了 我第一句话说 我挺佩服 某某某 就是我死去的哥们了 我说我挺佩服他 然后我们辅导员就拼命说 你怎么又佩服他了 你怎么 这件事情 你干嘛要佩服人家 对得起父母吗 对得起社会吗 我说 你说的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清楚一点 就是他的事 其实跟 在我看来 跟什么我们老三前线 这些解放军战士 卫国捐区 我们这些新民主主义 保卫战的时候 卫国捐区 共产党员 为了国家捐区的这些人 包括父母 为了救小孩牺牲的私密 没什么太大区别 没什么太大区别 我说 我们那个执照员 就非常神奇了 就是这个为什么 没有什么区别 我就说 因为是这样 我说 你看 一些人是为了国家的信念 为了自己的信念 对吧 像他是为了爱情来死 对吧 我认为 在我们看来都是因为 他为了追求某种东西 这种东西要高于他的生命 高于他的生命 你们谁能做得到 把一些东西看到来高于生命 一个是把爱情看来高于生命 一个人是把国家利益高于生命 对吧 这个到底谁 谁更崇高 我说我真的分辨不出来 我只能说我很尊敬他 好吧 这个 当我们 知道 原来听到我说这个话 他就没话说了 真实 真实 真实他就 他就没话说了 说实话 我就真实这么想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大家看不看母侠小说 我小时候很喜欢看 对吧 郭靖 辖子大者 为国为民 对吧 守襄阳守了多少 30年还是多少年 对吧 守了30年 最后为国捐区死掉了 有 我尊敬他 很尊敬 对吧 杨过 对吧 为了小龙女16年后 竟然自杀 对吧 跳崖自杀 我觉得也是葛克葛气 大家有没有在杨过 跳崖自杀的时候 那一段 金庸先生写的那段给感动了 我认为一样的值得尊敬 大家觉得对不对 是不是也一样值得尊敬 为什么人家 为什么 郭靖 他为国捐区就值得尊敬 杨过就不值得尊敬 他这种就自杀了 杨过没有考虑那些 喜欢他的那些 其他小姑娘吗 没有考虑他自己的父母 之类的事情吗 他父母死亡的真相 这方面查过查出来 他就去挑了自杀 你觉得值吗 没有什么值不值的问题 对不对 主要是 主要就是人家在这个情况下 人家在这个情况下 他选择了一个 他选择了一个比他生命 更高的意义的东西 我不觉得都值得尊敬 我没有说劝大家这样 你让我去自杀 我肯定不会干这个事 我肯定不会干 因为我不觉得 有东西高于我的生命 好吧 我不觉得有些东西高于生命 生命对吧 这是我的独立性 这是我的独立性 对吧 但我很包容别人 对吧 别人如果他选择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是包容的 这个很多时候 大家做到 做投资 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 对吧 别人觉得 这个事情可以投 别人觉得那些东西是好 我听了就 听了就说祝福你 对吧 我仍然觉得这样的 对吧 大家 不知道今天 今天来直播 有没有听到我的 听到 有没有我的四中会的人 你看我在四中会里面 他们每个人投什么 我都觉得他们挺好 对吧 但是你说 你这个投了我要去做吗 不会 因为我有独立性 对吧 我就算你们所有人 我送回100个人 对吧 现在有差不多100个了 对吧 你们99个 都是说应该投什么 我还会坚持我的观点 如果跟你不一样的话 一样的话 我也会坚持我的观点 但不是因为你们 你们都投什么 我只是坚持我的独立性 对不对 信仰不同 没关系 你就包容人家就行了 所以说 所以说 我建议大家 没有加入我分群 加入我分群 你加入分群 第一件事情 你包容周围的人 对吧 他们觉得什么样 好 他觉得明年 就是应该中畅A股 就是应该干嘛 很有可能A股也涨 那我祝福人家 涨得好就行了 你如果我不看好 那你不用去顶他 对不对 没有必要 对吧 我们很多时候 而且我们 我们现在 包括我们公司 比方说做调研的时候 我都跟大家说 对吧 我记得前一阵子 他们有在说 好像是不是 林丹有过出轨的行为 好像是这样的 昏后出轨 昏后出轨 他就说出轨 然后我们一堆人 我提前在讨论说 林丹很花心 很花心 就那个打羽毛球 那个很花心 我就马上指示他们 说你们要帮我 就是说 你可以说 林丹出轨 因为出轨是一个 出轨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 对吧 他昏后再找了别人 就掉出轨 没问题 好吧 但是呢 我不用去给别人加评价 那花心是一个评价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 因为他这么去做出轨 是不是就花心 你不要去画个等号 好吧 就像他们现在 他们现在这个 他们现在 所有的形容词 都是评价 好吧 我们现在 现在我那帮 我那帮下面的人 我叫他们去 我叫他们去做投研的时候 好吧 他 我跟他们就明确说 你尽量给我 回来的反馈的东西 你尽量给我反馈的 反馈事实 就像林丹出轨 这个是个事实 你可给我反馈 你不停的给我反馈 好吧 你给我反馈事实 但是呢 我求求你 千万不要给我反馈 你的任何的评价 因为评价 是我有独立性 自己做的 评价是我是要独立性做的 对吧 你可以 你跟我反馈回来说 OK 这个老板 这个CEO 他工作非常的努力 好吧 他用了努力这个词 对吧 那这种词一定是一个评价 对吧 我很不喜欢提 你千万不要给我提他的 是不是努力 这个东西不需要你来做评价 好吧 你自己有的评价就可以了 你不用告诉我 好吧 但是你可以告诉我 说我发现 我去调研的期间 我发现这个老板 每天工作 每天工作 15个小时以上 然后连续 每天只睡4个小时 每天最早去公司 我自己得出是不是 是不是他很努力的结论 由我来做 对吧 你不要不需要告诉我这个评价 对我来说没意义 好吧 我记得 我给大家说 你大家做投资的话 我也 我也把这件事情 就是这都是我的一些很强行的 我也把这个事情交给大家 你的投资 你去看 包括你觉得这个公司要不要投资 或者什么 你不要去看 别人 或者说你去 你去调研 不要去看别人 跟你说的那些什么评价 不重要 因为在有独立性的情况下 任何的评价 都是应该是你自己的 而不是因为别人的 说这个人好 这个人很 这个人很靠谱 靠谱这个词就是一个形容词 对吧 像这种的话 都是需要你自己做的手续 那么你只需要 让他告诉你事实 为什么靠谱 他跟你讲这几个事情 你通过这几个事情 你得出这个人靠谱 这个人投给他钱 没有什么问题 我值得信赖 这个你投 但一旦你这么投了 好吧 你采取我这种方法投了 一旦你投了 你自己就承担自己的责任 你不会是因为 不会是因为 OK 你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哪怕是 哪怕是你说我瑞哥在群里面 我说了 我就相信这个人 我相信雷军 我就是应该投小米 我告诉他 你这样的话 如果你就是因为我这句话去投了 那么那说明你就没有独立性 明白吗 但我能帮上你 我可以帮你把这个事实捏出来 你自己去做这个结论就好了 你如果都是这个结论 你投了 那是你的事情 对吧 你也有独立性 就是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我觉得 很重要的 我的包容 不是说什么 应该是不发表 不是不发表意见 好吧 我真的是包容 就是别人觉得怎么样 怎么样做 我都是对的 好吧 都是对的 有一年我 有一年我 大家知道我在 我是海龟 我在美国混了好多年 有一年我中间回来的时候 对吧 我妹妹 就经常 她一天到晚就在 经常 她一天到晚都在那个 都在 这个 外面 外面玩 就是我妈就要让我去劝语了 她一天到晚就去酒吧玩 我妹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爱玩 一天到晚让我去劝语了 而恋恋时间来是我比较荡的事情 我家庭出了一些变故 然后我在美国里面也出了一些变故 我人生也不好这件事情 然后 然后我就 我本来想去劝她 然后我 我那个 我 我 我见到我妹的时候 我正好要开口 然后我跟她说了这个事 然后她说 这几天我发现 哥啊 我发现你这几天 你愁眉酷脸的 你愁眉酷脸的 我说是 我最近有些什么什么事情 我给她讲 好了 然后她说 那你觉得我这几天 你看到我进了面子吗 我说很开心啊 每天都很开心啊 去酒吧 有些人去酒吧喝了酒了 是不是很开心 她说 那你来劝我 你说是我这样的开心 日子过得好呢 还是你 还是你的这个 还是你的这种情况过得好呢 你这样从没捆一天到 我一听 也是哑口无言 所以说 我就在想 她有她的生活方式 我有我的生活方式 我为什么一定会觉得 她的生活方式不好呢 对不对 别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有自己的生活 就像我妹妹 现在也生活得非常舒服啊 对吧 她在加拿大 现在两个小孩 非常舒服啊 她不一定生活得比我差 对吧 我干嘛要去对她加紧门头呢 对不对 对她做任何的 这种特别多的评价呢 对吧 这个我想的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种包容 好吧 其实 大家点我的右下角的这个 包括我不是 主要的这个核心的服务 不就是试图会吗 对吧 大家进入试图会 我们一起精进的 不光是精进的我们知识 还要有时候精进我们的性格 对吧 我们的独立性 我们能够独立思考 我们能精进 我们能全面性 看事情的更加全面 对吧 我们能精进我们的 思考问题的逻辑性 对吧 我一条条能说清楚 同时的话 我们大家一起精进 大家的包容性 对不对啊 你看待别的事物的时候 你不要去认为 人家就是一定错 很有可能人家是 比你做的好的 对吧 那我们只要坚持我们的事情 我们的东西 自己的东西 不受别人影响 那别人的东西 我们也不会去对人家 做任何评价上的 太多的东西 对吧 我不投 我就坚决不投 但我不去 我不去评价 你就一定是做错了 是这个意思 好吧 这个 我今天说多了一点 好吧 其实我的正好 正好 这是我的 但是我更认为 大家把这些品质的修养 可能比你真正是投资 我给你一个两个票 或者这些更重要 好吧 这个是很 是怎样的 北京大叔你问的 那个法兰地 法兰地股价 15855 法兰地是不是收到 退职通知 是是是 他只是说他没有发 说他没有发 发那个财报 所以说你只要不发财报 你管他再高的 公司都会对手 那肯定是 沈尼斯对他的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数字 肯定是来源不明 有可能 他如果真发不出来的话 有可能 有可能他是要正备退市 不过 就跟他怎么搞了 要我说 他反正市值都这么低了 我我感觉他可能就在花点时间 也可能是把那个财报也做出来 也不一定就是就是最后最后就一定退市了 这是我的看法 好吧 还是这样 新来朋友 没有加入我粉丝群的 加一下粉丝群 好吧 我给大家 我会给大家发福利的 然后呢 如果要问问题 或者或者说 其他觉得我说好了 帮我点个赞 尤其是帮我亮个灯牌 你亮灯牌以后呢 你再问什么问题 或者在说什么 我会 我会立刻就注意到 因为 因为在我在 我现在不是注意到这个屏幕吗 我在屏幕前面 我一下就会看到你的一个黄牌 在那里放的 好吧 我会注意到你 好吧 这个 我注意到以后呢 你如果 就是因为 因为亮灯牌也挺多 问问题挺多 如果你想直接就跟我说话 你就 你就跟我关注联系 好吧 然后呢 如果想跟我联系 联系我现在 跟我联系的这位 Raid的备份助理 或者说我右下角的 这个 我右下角的这个小程序 叫Raid哥的深度服务 里面的话 你可以找到我的联系信息 你也可以留你的联系信息 好吧 你对我的深度服务 哪个深度服务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留你的联系信息 好吧 我其实 你不要看到 你们进去看 你们现在可以点一下 点一下看看 那里面是不是很复杂 对吧 就是我的什么深度服务 特别复杂 其实就一个 就是市动会 好吧 我的所有产品 就一个市动会 剩下的都是为市动会 添加了一些单向的服务 单向的服务 好吧 我不停地增加一些单向服务 为市动会 对吧 有些人他不买市动会 他就说他不愿意参加市动会 有过程过程的原因 他说我就单独 要一个你的单向服务 那也可以 你就直接看一下 单向服务就好 好吧 2024年会不会有黑天鹅 如果我现在知道 有黑天鹅了 有黑天鹅了 那还叫什么黑天鹅 大家都猜到 就不叫黑天鹅了 你说是不是 这个没办法 对吧 是吧 腾讯现在 腾讯还可不可以长期持有 我觉得 我觉得够像 好吧 我反正 没有放到我长期持有的 这个列表里面 好吧 我 你进入工程 那你是我的市动会成员 是吧 那个你1月6号来的时候 我可能会专门说一下 说一下就这几个大的票 就是A股投资这个大的票的 那些投资的方向 以及主要的逻辑 到时候欢迎你参加 欢迎你参加 记得我们上海1月6号 1月6号的这个 1月6号的这个策略会 好吧 这个大家一定要来参加一下 好吗 好 大家其他有问题 你可以问我 市动会什么价格 市动会 市动会我一直 市动会应该是1万块钱一年 对 你可以去看一下 你可以咨询一下 好吧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或者Apple 你跟英伟达回坡800 联系一下 好吧 好吧 好 好 新来的朋友 我 新来的朋友 我稍微简单介绍 我看又加了好几个新 好 很多新的 对吧 我叫Ray 我是 我是 以前是马龙 清华就在机器毕业的 然后呢 我就去美国了 去美国 我就是 也是当马龙 也是当马龙 我们做大数据的 第一份工作在加股 后来 后来又取了一个小公司 雅虎也带过 然后呢 去了个小公司 后来小公司呢 我们卖给了谷歌 我们小公司是做这个 我不算创始啊 但是我是算很早的这个资源 我们是做这个电子邮件 安全系统 也是跟大数据有关系的啊 就是像什么高升啊那些 那个时候就用我们用的比较多 尤其是金融行业的 用我们用的比较多 后来呢 我卖给了谷歌 谷歌 收到我们以后 他当时出了Gmail嘛 收到我们以后 他出了一个Gmail的企业版 也是卖给人家 实际上就是用的我们这个引擎 就是我的经理 好吧 在那个小公司工作的时候呢 我去读了个NBA Barkney NBA 然后呢 考了一个税费 这个时候呢 我慢慢的 才转身的投资 然后呢 后来我们公司不是卖给了谷歌 然后呢 我在谷歌待了 大概一年左右 好吧 我打算就海归回来 对吧 当时是想半退休状态吧 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没有算是退休 然后就我我就还还会回来 我马上就自己东投都西投出来 感觉自己好像还是有点小钱了 然后呢 觉得差不多财不自由了 就这么投 但我投资的时候 我也我也失败了 失败了很多啊 也失败了很多啊 对吧 而且啊 有时候我也是运气 就算你看我 我原来投资好多失败 但我回来的时候买了 买了一堆房子 倒是挣了不到钱 所以说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但是后来啊 就是尤其在这些年代的时候 我慢慢是有了一些感觉 有了一些独立性 好吧 有些独立性 对吧 总之呢 我也倡导大家啊 我也倡导大家 在明年开始啊 大家做好两点投资 在两点 我去年就说了这件事情啊 凡事跟着我的 凡事跟着的 应该是都挣到钱了 你想想 我去年年底开始开的试动会 开始开的试动会 谈的这个确定性 对吧 到今年这个时候 差不多正好是11个人要去 对吧 没有一个人不去的 没有一个人不去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续续续在这块是学到了 同时他是挣到钱了 否则他不会去交这个1万块钱 一年的这个试动会的 好吧 他们真的是学到了 所以说我 我这次呢 我也给大家也强调这一点啊 你新的一年 你在配置啊 你在配置的时候 你就注意两年 我相信你一定 你一定 差不了太多 好吧 这就是我说 第一点我给大家讲 就是你要用配置的事物来去思考这个问题 好吧 你不要去想啊 我今天啊 我哪个票啊 瑞哥你给我讲一个票 我现在弄了 明天就涨多少 你不要这样 你一定要用配置的事物去想这个问题 一旦是配置的这个事物去想啊 一旦是配置的这个事物去想 你一定要提高你投资的广度啊 这就是我试动会能够帮助大家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你要提高你的投资的广度 就有些人 他在给你打击的时候是 是降位打击啊 我我发现好多好的散户在那边做 他是降位来 比方说啊 比方说今年到底是 在在A股投资的话 到底是投股找好 还投债好 还是投大宗好 还是投什么衍生产品好 OK 你假如说OK 你从来都没想过 原来还可以投资 原来还可以投股 原来还可以投大宗的话 那你就真真是得参加我身回来 来好好学一下了 好吧 对吧 很可能你在配置的时候就做错了 今年你 今年其实在A股赔钱也比较难的啊 因为我我见到的大部分做配置的 大部分大投资配到债上面了 今年债是很 是一个很强的牛市啊 很强的牛市啊 每股其实在也是不错啊 也是一个很强牛市 很很难的 如果你不好意思 你把你把大部分资金 你都配到股了 那那你那你今天啊 而且你还是做多的 那你今天亏的概率 当然是很大了 好吧 所以说你在配的时候你自己要有这个广度的这个思维 而且而且你在有广度的思维的时候 你就算是配股 你有各种各样的产品 或者说你各种各样的工具来帮着你 提高你的这个胜率 提高你的确定性 我举个例子 假如说你就看好A股 你就看好A股 你觉得明天会涨 好吧 假如说或者说你就买了一个票 你打算要持有 我相信 我相信今天来听我的 有很多人他是会买定持有的策略 也会有很多股票 对吧 那我跟你说 你 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叫做 有一个叫做加速器的产品 加速器的产品 这产品是什么呢 就说你比方说你买一个票 或者是你买一个股指 股指ETF 买一个票 你涨一块钱 赠一块钱 赔一块钱 赔一块钱 对吧 你一旦买了这个加速器的产品 跌一块钱还是跌一块钱 跌一块钱还是跌一块钱 但是没涨一块钱呢 它就是一点几倍 它就是一点几倍 你同样持有 一个人是用加速器的产品来持有你的股票 一个人就是用自己这个股票来持有 你说你不用加速器是不是很傻 是不是很傻逼 是不是很傻 好吧 人家就有这样的工具 对吧 你不去用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能够帮着大家 或者说 我今天就 我持有一个股票 好吧 持有一个股票 还有一个产品叫做 指数增强 其实它叫股指 股指增强 也可以在股票上增强 好吧 他也就是说 他也就是说 OK 你持有这个股票 你不管你 盈利是多少 或者说持有这个 股指的ETF 不管你盈利是多少 我都给你个三个点 额外给你三个点 这个券商 很多券商都可以做这个事 甚至更高 现在就前一阵子更高 好吧 他用他叫指增 指数增强产品 他不是说 不是说你去买那些量化的基金 你那种 他说他是做指数增强的 他不能保证你每年必须要增强多少 他只是说 他只说 你看我历史业绩还可以 明年是不是能保 他不保证 但是你到券商买的那种指数增强产品 他是直接保证你 而且都起到合约上 我保证你 比方说高四个点 高四个点 你持有 你那时代 你通过我们捐商来持有 你那时代 到一年以后 我给你个年化四个点 增强 对吧 你年时代 跌了14% 我给你四个点 现在你就不亏了 平了 对吧 就是这个指数增强 你大家想想 如果你现在正在持有股票 你现在正在持有股票 然后你不去 不去用指数增强这个产品去持有 或者说不用 刚才我给他说的 加速器的这个东西去持有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傻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傻 所以说 我给他说了 你要学会自然配置的话 第一点 你就要做这个 你就要有广度 好吧 你一定要有广度 那个Vincent 我做的 我自己以前挖过 我做的 我们师同会里面 有好几位 是你说那方面的大佬 加密的大佬 有好几位 最近我还跟一位大佬 正在请教我们 在商量做一些事情 对啊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你 所以说你在广度上 我可以帮着大家 好吧 在明年 第一个我帮大家 你要有资产配置的观念 去考虑这件事情 第一点事情就是广度 第二点呢 你要 在配置上的话 你要考虑到风控 在风控 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在风控上 是比较现实主义的方法的 好吧 我是 我是相对来说 比较现实主义 我是不是完全按照学术派的 对吧 这个学术派 学术派和这个 和这个的区别 有人送给我这个帽子 谢谢啊 谢谢啊 这个 学术派和和这个和我们现实派 大的区别的话 如果大家听到我说的这个举例的话 大家就不用再说了 就是不用再回答了 但是没有听到的话 可以听听我这个 对吧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支硬币 出现正面和反面的概率 对吧 出现正面和反面的50% 你支一个硬币 支一个硬币 连续20次 都是出现了正面 连续20次 连续支硬币 连续20次出现正面 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在评论区上打扭 请打扭我 好吧 我等大家一点时间 请打扭我 我等人家的一个问题 你 第21次 我再支这个硬币 出现正面的概率是多少 好吧 简单的问题吧 支一个硬币 连续支了20次 它都出现了正面 我再支第21次 请问这个硬币 出现正面的概率 说的 大家大家敲给我 好吗 敲给我 你听过我的 听过我的这个故事 你就不用再敲了 好吧 你知道我怎么想 或者是怎么 但是我希望 听听大家的概率 好吧 再次一次 说是有1% 50% 100% 50% 一半 大部分说是50% 还有100% 还有说是0 还有说是0的 好吧 支一个硬币 支 正反面概率50% 只有没问题的 然后连续支了20次 每次都是正面 自第21次的时候 它出现正面的概率是多少 100% 一半 这个 这个 静杰说的是一半 对吧 其他人还有什么说的吗 有人说吗 我看我看这边有说是50%的 大部分人说50% 一半 50% 对吧 对吧 要有100% 对吧 哎 你看这里面说100%和50%这些人 其实就形成了 我说的是学术派和现实派 对吧 我是偏现实派 偏这后者 对吧 学术派的话 怎么算它都是50% 它都是50% 没错吧 这个我们 这个是我们 初中还是高中的概率数学 对吧 这个很简单的 对吧 因为它是独立世界 它每次都是50% 这个没问题的 但是 但是现实派的话 它一定会去想 你出现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出现连续20% 都是正面 这种事情出现的概率 的确太太小了 它居然能出现 那说明这个硬币 很可能是坏掉了 很可能是坏掉 所以说我们会去赌 虽然没有100% 但是我会赌 是一个更高的概率 它会出现是正面 好吧 是超过50% 好吧 对吧 我们是会这么去 会这么去 去想的 对吧 你你学数学的好的 一般都会 都会说是 数学学的好的 学过概念 都会说50 说你那我就完全搞不懂 是什么回事 但是50% 100%的 基本都是 就能区分出这个 对吧 但我 我个人的态度 是 我是认为 我是认为是 这个 因为我是现实派的 对吧 我是现实主义派的 我会认为它是高于版本 现在很多事情都这样 我今年的 陈头战 我也是采取这种方法 来做的 对吧 我去年 有一个 很高的 确定性的东西 我都给它说是 陈头战 对吧 我说是陈头战 很多人跟我说 很多人跟我说 他就以学术的观点说 你看那些陈头公司 陈头标战 你看那公司 他还得起这些钱吗 你们去研究他的资产负贷表 研究他的报表 就还得起这些钱吗 肯定还不起 学术派 就是很多在业研究的人 他都是这么研究的 对吧 包括银行的人 他都这么研究 这个到底他还款 什么什么interest rate cover ratio 对吧 这英文 我都不记得是中文怎么翻译 总之 总之 他们都会去这么去算 对吧 这个公司 这个地方政府还不还 你这种钱 我告诉你 只要这么算的 你一定不能买陈头标战 一定是还不起的 一定一定还不起的 但是我们认为 陈头标战 又是最好 我去年 大家 大家如果参加我去年的 这个失踪会 去年的这个筹率会的时候 我谈确定性的时候 第一大确定性 我就说陈头标战不会破 对吧 陈头的标战 我不是说整个是陈头战 我陈头的标战不会破 对吧 我手机可以买的 当时收益率非常高 至少15%以上 现在可能4%都不到 我们今天 我大头挣的钱 都是靠这块挣出来 好吧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如果以这种方式 以学术院派的观念 去看这个 这个他的风险 那是很大的 你肯定肯定不能买 但是如果你以 现实派去看 对吧 现实派他就相当于 制了20次的硬币 然后出现证明 他一直没有破 一直没有破 同时的话 你可以想象 他一旦破会出现什么事情 他会出系统性风险 什么系统性 就是说你 哪怕一个很小的城市 山东周城 山东高密 很小的一个城市 这个 他一旦破了 他会影响到整个省 这个发不出再来 好吧 这个整个省没法运作了 那整个省没法运作了 那个中央不会管 不管吗 中央怎么可能 让这种事情发生 这个我给大家强调过 对吧 我们国家是中央集权制国家 跟美国那种 联邦制国家不一样 联邦制国家 你可以允许一个小城市破产 就像我以前在美国待的 耳丸就曾经破产过 对吧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整个耳丸政府 你去破产的时候 你去他住 住店 他收益很高的 所以就是为了还债 对吧 然后 没听说过吧 好吧 他那个地方出问题了 你说你说你担心 他呢 他有必再出问题了 你担心 你担心还不去 你不用担心 因为他是整个工厂银行 都要担保余 所以他是一个分公司的关系 美国就像是一个子公司的关系 好吧 他可以把那个风险给隔离 但是分公司给隔离 所以说 我说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这个 陈多寨是肯定值得逃脱 最后是 这个我考不是马后怕 大家尤其是市场会的人 对吧 去年听到 他们为什么 你看 为什么 今年要续的11个人 他们全部都续了 其实就这个原因 对吧 因为我的确被验证了 就是对的 对吧 但当时候大家不敢买 到现在被验证了 后来什么 国家拿国债 直接替换陈多寨 对吧 他在中央的眼中 陈多寨就是国债的金融 我党的金融 好吧 所以说他不会出问题 任何问题 好吧 所以他没有问题 所以你今年 如果你听了我的 在年初的时候 在年初的时候 听了我的 你这块挣了很多 今年做债的人 很多人都挣了很多钱 都是这么来的 好吧 今年对吧 我一直在说 是的 但是现在买不到了 现在是能买到 你可以实际上跟我拧一下 现在是可以 只是说现在你不能 买到人币计价的了 好吧 你只能买到香港那边 可以 而且收入率还能 有个12以上 大概是这样的 现在还可以 我估计再过一阵子 也没了 也没了 就现在还有一些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 在这个看到 我们在这边 自然配置上 我们在风险 这些控制 实际上是一个 实际上是一种 是一种很现实派的公司 所以说 我建的这个市场会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 给大家在这方面 做一些进行 对吧 我把广度帮你扩展 我帮你把风控 帮你控制 这就是我要做的 第一件事情 也就是明年 明年 现在年初 你可以制定自己的投资计划 对不对 那么我就告诉你 你制定投资计划 第一年 第一年 你就先要扩展自己的广度 你要以资产配置的概念 来考虑 明年你的配置情况 好吧 如果你想学 你还不想加入市场 大家点我的小黄车里面 或者你给我留信息 点我右下角的 跟我联系的按钮 你给我留信息也行 或者小黄车里面 我其实有一个叫做理财权子 那里面 我就是不停的在给大家讲 明年应该配置在什么地方 包括我自己的一些 参与配置也会在里面 大家也可以感兴趣 也可以去购买 或者说 直接跟我现在 跟我年线的处理联系 或者说就留言也行 好吧 就留你的信息也行 就是你进去 你进去我的那个 我的那个小兴许里面 点那个小小脚的 你可以留你的信息 或者是 那个点进去 也可以跟我联系的 好吧 好吧 XYS 你就点进去 你跟我联系 我告诉你在这买 我们还有个群 专门干这个事 好吧 都可以买得到的 我们刚 我刚做完一笔 好吧 4000多万 好吧 这个在市动会朋友 应该都知道 我们也是在那个群里面做的 而且你不用通过我 你自己买 你不用投什么基金 什么的 我不是在卖基金 我不是那样 我都是免费帮大家的 这个事情 好吧 这个 这个事情都是这样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明年你第一点你把握住 你把资产配置配对了 去年 如果你们很早听到我的 就加入我市动会 把这个弄好了 把资产配置配对了 你今天不会亏的 好吧 今天我们美股和A股都 我们虽然说不可能说一下子 尤其你资产配置情况下 因为我们要考虑风险 我们不会说一下子就挣个100% 挣个翻几倍 今天我一个合伙人士挣了这么多 你想跟他的话 我那个圈子里面也有 也有他的仓位列表 你们也可以去读一下 他每次也公开了 他现在去年10月到现在 总共是300%的回报 也很厉害的 但他那个波动就很大 对吧 我不做这个 我就没什么波动了 我们挣个30%左右 OK了 A股我们今天也挣个30%多 也是很OK的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就按照确定性来做的 就按照资产配置的事物做的 好这是第一个 你按照资产配置所 资产配置座最重要是两点是什么 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第一点就是你的广度 你必须要把广度固定 你可能你很不知道的一产品 你要知道 就像我说的 大家知道我经常在 在那个 在那个证明里面说什么雪球 雪球是什么 你如果不知道 你赶紧带你过来 跟我们一起津津一下 好吗 这个对吧 我今天也不推你雪球了 好吗 有人说我一天都晚都催雪 我也不催雪球 但明年是不是可以用雪球 不好说好吧 但是去年 用雪球肯定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重担 我做的雪球就47%的年号 很舒服对吧 我今年打钱也是靠这个证的 证到的 对吧 这个各种各样的 包括我说的什么股战 什么的 各种各样的衍生品 你也得把这个广度固定 包括刚才有个朋友 我正在那去买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进进的 第二就是风控 你怎么做风控 对吧 比方说我今天做 我今天在做的时候 我配了股 配了一个股的雪球 读股是不大跌 不大跌到2500年 不大跌到2000年 不47%的年号 同时我再配了一个什么 同时我再配了一个什么 我配了一个国债利率 就是我赌 我们国家的国债的利率 会往下跌 为什么我这么配 因为我在想 如果真的是往我的方向 出现不利的情况 真的是往2000点 往2500点这么跌了 今年最低的2900 差不多2800多 2900 对吧 真的是往那个跌的时候 我们国家一定会降息 所以说这两块是复制的 我不会一致亏的 好吧 所以说这个配置 为什么重要 就是你 所以说我赌了一个国债利率 你想我现在是 股这边它没有跌破2500 没有跌破2000 对吧 我把7%挣到 同时我这个也是大概率挣钱 我赌国债利率跌 现在是不是 今天夏天说国债利率也是跌的 这个是60%的汇报 我一样两边都挣到钱 它不 这个是一个配置 对吧 理论上应该是一个 一个挣钱一个亏钱 但是其实 现在看起来是两边都可以挣到钱 因为都是大概率 对吧 这样配置是不是会很舒服的 明年的话我也有一套新的配置 我会在1月6号的策略会上给大家说 好吧 这是第一个 大家掌握这 就是资产配置 这个要弄起来 第二 第二 我就说两点 第一点就资产配置 第二点 大家一定采取用确定性的方式投资 好吧 这个如果大家 其他都学不到什么东西 在我这什么都没听到的话 我就告诉他 你就搞顶组 搞明白这个就行了 好吧 确定性 什么叫确定性 确定性 就是你对任何的东西 都有一个观点 对不对 你觉得你主观上认为 它大于50% 就叫观点 好吧 比方说我觉得 刚才那个朋友问 腾讯是不是可以投 我说腾讯我觉得可以投 好吧 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吧 但是千万千万千万 不要用观点去做任何投资 其实我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 我们用什么去做投资呢 我们只能用确定性投资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认为这个 这个观点的这个主观概念 很大很大 大到有90% 至少80% 有没有90%以上的时候 甚至99%的时候 这个叫观点 这个叫确定 你看我刚才就明确的说 我说腾讯 刚才那位朋友问我 我说我有观点 我觉得现在可能是个 阶段性的底部可以买 但是我不会去做任何投资 因为它是观点 对吧 还没到确定性 是不是确定性 我没有这个确定性 所以说我不去做这个投资 所以说你要是以确定性投资 对吧 那我们每年的话 我每年的话 就会组织四次 季度的策略会 这是线下的 跟我面对面见面的 当然我们见面了第二天的话 我们通常还有一个线上的 以满足的地方 能没法见面的需求 跟我们试诺会都有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就要专门去谈这确定性 今天不光 我会说我的确定性 然后呢 你会说 对吧 你来参会的人 你会说自己的确定性是哪 对吧 你别告诉我 你说你没有确定性 好吧 我就问你一点 你的钱是放在哪里 你说我的钱 什么票都不同 我现在都看不懂 我都全部放到现金 我说 知道吗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确定性 你的确定性就是 现在其他这个风险 我就是放到现金里面 这就是很好的确定性 没问题 那你大钱就是放在哪 就是确定性 对吧 因为那块是没风险的 那块是挣到钱的 就好了 好吗 所以说我1月6号 1月6号下周六 我们呢会开 2024年的年度的撑影会 就在上海 好吧 我们已经在深圳开完了 大家感觉还是不错的 在深圳我是 这周三开的 我专门去飞了趟深圳去 我们会在上海 如果大家在上海 可以来参加 就算你 你如果远的地方来不了 也没关系 你来参加我们1月7号的线上 我会把我的确定性给他 包括我对明年的选股 选什么资产怎么配 我都会给他讲讲我的观念 因为在独立性上面 其实我的观点也不重要 但是你可以作为你的参考 好吧 你最好 在我的观点下产生你的确定性 同时话 你可以听听 我们诗董会大脑里面 他们其他人各自 因为他的各行各业 都是自己的专家 对不对 我们诗董会大部分人 都是这些各行各业的大脑 还有包括师母都管理几十亿的 这个师母的大脑也来参加的 对吧 也是我诗董会成员 对吧 他们也会谈他们自己的确定性 你们来听一下 你就按照确定性投 再说一遍 你不会说突然间有个观点 我觉得 腾讯就是该涨了 你就去投 你还没形成确定性 不要投 不要下单 不要做任何事情 好吧 你的确定性的去投 既问机不大 好吧 好吧 怎么投 怎么在确定性上投 你点击 如果想参加我们1月6号的 1月6号的新下的策略会 或者甚至加入我们试董会 你点击右下角的跟瑞克联系 更多交流 那个按钮 对吧 他有那个指导 有我的联系方式 你可以联系上 对吧 可以联系上 也可以留言 你看到我在那个确定性那边 在就是说1月6号的策略会那边 你点击留下你的信息也可以 好吧 或者说你就跟我现在这位助理 跟我连线的这位助理联系就行了 好吧 这个就很简单了 就是明年 我下一次再给大家在直播的时候 就是明年了 对吧 就是明年2024年 所以说呢 我今天就给大家两个 也感激我的 感激我的这个 大家对我的支持 就给大家这两点最重要的忠告 第一点就是明年你配置 我希望大家明年一定挣到钱 而且你按照我这个思路 我觉得你一定可以挣到钱 第一就是你搞清楚资产配置 在资产配置上你搞清楚风控 搞清楚 搞清楚你的 把你的那个 把你的那个广度扩张 好吧 把你广度扩张 如果你这些你想学 加入我们市场会 或者说 我们一起去共享 分享 好吧 加入我们市场会 第二呢 就是你明年以确定性的方式来投资 你先形成自己的确定性 多听听别人的确定性 最后形成自己的确定性 形成自己的确定性 然后再按照资产配置的方式来配置 你在这种方式下的话 你不会赔钱的 好吧 今年按照这种方式的 包括我们市场会人 都是挣钱 好 就是这样 好 这个我就给大家这两年最终的忠告 点击我的这个 点击我的右下角的 右下角的按钮 留下你的信息 这个或者跟我的助理 瑞宜的备份保留联系 这个我希望大家 明年挣到钱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 今天我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